哈喽大家好我是编冻那今天呢死神的恶修技能的资料终于正式的公布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吧首先呢前面测诞的就是这个反屏哦 那这一次改完版之后呢从一般的英雄的到传说级的全部的这些灵魂的伤害啊都提升了 所以呢反屏会变得更痛那除此之外呢这个地狱镰刀就是可以范围砍怪的那一招哦 他把他的伤害再提高那这一招的话呢在改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提升过一次了 现在又再增加一次哦所以死神的这个杀怪效率啊又会比之前在改版的时候还要来得好哦 那再来下一招一般的这个死亡乌鸦台版的翻译呢叫做死亡度压调整之后呢 他是说被这个乌鸦打到的时候如果说这个敌人被干掉的情况下他的冷却时间会重置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啊好他算是一个正常的修改啊 不过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bug因为在神圣剑事版本的时候其实也做过这样子的修正哦 好再下一个死亡发现者这个是稀有的白记 他提高他的这个导航的这个范围就是你可以有更远距离去侦测到 而且呢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导航到他侦测到这个目标 那除此之外呢他有降低这个使用成本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新增了一些技能术的掉落 这一次很重要哦来 首先第一个呢这一个是楚爵 那楚爵的话呢他会在古龙的圣地的那一只狐狸哦 他会掉那另外呢格勒西亚的盾牌 这一招是枪手的技能 一样是在古龙神殿那边哦会有一只这个巨型幼龙 这一只身上呢他也会掉哦 再来第三招死神的这个技能术哦就是大屠杀的安魂局 这一招呢在格勒米身上就会掉了 格勒米是谁呢就是在埃斯卡洛斯一船 一船里面很常出现的那只怪物 这个格勒米 再来下一招哎大家怎么拿都拿不到的这个团结 团结这一次啊爱欧丁城堡里面的献祭的祭司 就会掉落了哇 这样子的话有些比较难拿到的技能 尤其是大家已经期待很久 等很久的这个团结啊终于在这一次可以这样拿到 我算是一个不错那当然几率上来讲的话是不大容易啊 只是说王的部分可能好一点 然后下面这个就可能稍稍的要碰一下运气啦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礼拜这个算是技能的部分 一个调整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后续还有更多资讯的时候 我们会再透过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那这影片分享到这边啦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